妈妈,我不想小姨走 想婆婆和小姨一直在待她 走都不懂 不舍得小姨走是不是 嗯,是要不得小姨走 没事的,下次她还会来的 我想来好几次 嗯,明年的话我会带你回老家 然后跟小姨一起玩的 那时候再带着弟弟或者妹妹 还有姨姥姥 我们在老家过一段时间,好不好 妈妈,我想现在 都把我带到姨姥姥那边 姨姥姥上来了 姨姥姥送小姨上来了 回来了 送小姨回来了 小米酒 回来了 嗯 舍不得,舍不得小姨 把小姨穿的那个拖鞋 拉给她去吧 要让小姨把拖鞋也带走 你看她 拿进的呢 刚刚小姨走的时候 我们小米就眼泪巴搭的 没事她下次还会来的 来了陪你玩几天好不好 那人家现在要上班呢 我不想现在上班 你抱着这个小姨送给你的小兔子不是一样的吗 就像抱着小姨一样 我们家小米酒很多丑善感 小姨走了 哎呦,伤心的不行 小姨来了一天 我们小米酒好舍不得 今天早上小姨要走 要去上班了 然后我们小米酒就 我不想小姨走 我想小姨一直留在我们家 妈妈,姨姥姥现在已经在我们家待了好几天了 对啊 下次如果姨姥姥要回去的时候 你得哭成啥样啊 我眼泪都流到你心 那就不哭了 已经玩够了 玩不够你说 玩不够 你姥姥说好多天就玩够了 她回去的时候你还舍不舍得呀 舍不得 也舍不得对不对啊 我姨说我们家小米酒能去做演员了 眼泪说流就流 刚才小姨在门口 我们小米酒就眼泪巴搭的是不是啊 眼泪都 都是噼里啪啦的 哦呦 都要噼里啪啦的落下来了 我们家小米酒这个样子跟我小时候一样 我小时候我姨在家里待一段时间 她要是要回家了我就会哭的不行 就问我姨你啥时候再来呀 妈妈倒饭时间已经结束了 我才给小牛他们做饭了 为啥呀 为啥今天饭做晚了呀 是因为小牛 他有时候倒上斩吃饭的时候 然后他肚子疼 哦 都给他做饭了 说话都有点无精打采的 别想了去给小牛做饭吧 小牛肚子饿了 叶姥姥给他找个活 找活就忘了 拼拼图去了 我来教你 你姥姥 你姥姥说他不会怎么办呀 慢一点 那个小猫的 小猫的 哪个是小猫呀 小猫吃虾汤 我就这样啊 你姥姥说他不会怎么办呀 那你拼我太敢很聪明 棒 拼好了你个大猫鱼 然后还有啥呀 小猫再拼小猫吧 然后可以